万众瞩目的斯诺克·苏格兰 公开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中国斯诺克球员再次出现高开低走的画面 资格赛阶段中国斯诺克球员参赛人数最多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中国斯诺克球员接连带队 比如范征一无缘正赛天才球员赵新彤 止步64强 好在中国一哥丁俊辉表现强势 晋级32强充实五贯有戏 本次苏格拉公开赛是本年度的第二战比赛 对英伦三岛的球员来说 打得很强势 比如奥沙利文特鲁姆普等人的比赛都是速胜 比如奥沙利文首轮4比0横扫中国球员白朗宁 接着又4比2完胜沃拉斯顿晋级32强 再反观准神特鲁姆普打出满分感147 并且4比0横扫曼恩晋级32强 一点不夸张地说英伦三岛的球员 打本土赛很少出现暴冷的可能性 不免让人想到上一战德国大师赛的资格赛比赛 其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奥沙利文放弃了比赛 特鲁姆普·西金斯·马克·威廉姆斯 赛尔比等人都在资格赛出局 很多球迷吐槽英伦三岛的球员不想去德国打比赛 都智慧型地放弃了比赛 其实斯诺克这项运动和临场发挥有很大的关系 强如英伦三岛的球员去到异国他乡 打球可能有时候也会不习惯 想拿冠军并不容易 再加上德国大师赛只有8万英镑的奖金 因此很多种子球员都有点看不上 但是苏格拉公开赛虽然也只有8万 但是就是因为在本土作战 因此他们打得格外投入 再反观中国斯诺克球员飘洋过海 来到异国他乡打球真的很不容易 再加上斯诺克这项运动是以个人名义参赛的 也就是说球员自负盈亏 很多中国斯诺克球员都想打出好成绩 这样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奖金 但是想赢怕输的心态恰恰影响了他们的成绩 导致很多球员现如今只拿到一些排名赛的亚军 因为来到决赛很容易崩盘 强如丁俊辉在英锦赛上半场轰出6比2 可惜来到下半场出现大崩盘 1比8输球最终7比10输掉了比赛 一点不夸张地说英伦三岛的球员占据天时地利与人和 再加上斯诺克是他们的优势项目 因此他们更容易出成绩 同时他们也更敢说 比如奥沙利文接受采访大赞特卢姆普 公开吐槽赛尔比打球末迹 奥沙利文表示 仅仅过了几周再次打出147 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梦幻般的突破 然而世界排名第二的马克赛尔比却被吐槽 奥沙利文坦言 在这一点上 我和小特很像我们都不想做赛尔比 在那待三个小时磨出胜利 我们都喜欢犀利快速进攻 对中国斯诺克球员来说 想要打出好成绩夺得冠军 真的需要克服太多的不利因素 现如今丁俊辉依然是最全面的球员 并且现如今丁俊辉打球没有经济压力 更多的是爱好 笔者认为这样对丁俊辉的心态是个大利好 有利于丁俊辉冲击第十五官大家说对吗